放假行山很開心 但有沒有想過自己會剩下很多垃圾呢? 未必是那麼刻意去破壞這個環境 大家可能有時未必那麼懷疑 這些那麼漂亮的照片 都是在行山網Oasis Track六周出現過 網站在2004年創立 至今記錄了大約280條路線 超過300萬人次瀏覽 網主就是70後的Teddy 因為最初都是玩具多 不經不覺每星期六都會走 就發覺一路走的時候就一路上載 之後就不經不覺又搞了十幾年 他認為網站做到介紹行山好位處 找美景的用途 好像網上版的行山工具書一樣 雖然他在路線後記都會加插保育訊息 但他認為行山有未必可以全數接收 於是寫了本書 結集路線 以及在文章上說他對大自然的看法 你會覺得可能很多人走路的時候 都會自拍 想要去哪裏拍一個漂亮的地方 大家未必會回疑到 大家可能有時會丟了很多垃圾外 我會覺得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盡一分力 去保護這個郊野環境 他見過有些人撿蟲果 摘蟲草甚至捉蝴蝶 他會以身作質立即勸指 除了愛護環境 這一日他就帶大家尋休探秘 去了一條隱世古道 叫大腦古道 從西貢豪衝出發 經過街陷去到大腦古村 要留意部分路段的樹林比較默默 最好跟隨經驗的行山者同行 蘇原村已經變成褪換拜雅無人住 但有一個保存得很完整的石磨 估計至少有百多年歷史 這裡有兩條木柱 有牛拉著泥欄轉 這個石磨一路轉 借在中間一路轉 一路轉的時候 就會將執液在下面收回 他認為應該等多些人認識 和欣賞香港的鄉家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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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